我的名字叫Johnson 这是我的故事 我的家庭成员是黑社会帮派 因为我的背景使我无心上学 导致我退学 当我13岁那年 我就已经加入了私会党 我也开始吸毒 最终因犯毒被警察抓 我还记得在判刑期间 爸爸还过来看我 之前我们的关系不好 但他还是来了 我非常感动 也感受到父亲的爱 尽管如此 心里面感觉空虚寂寞 所以我决定试一试 参加监狱主日崇拜 对不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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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s 今天是超级服务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 再见 嗨 我是Peter 我们从Gracet Assembly of God 我的名字是Johnson 从2007年到2009年 我参与了恩典监狱事工 神给了我一颗怜悯的心 使我愿意接触这些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神要重建和更新这些宝贵的生命 恩典监狱事工为献囚犯定期举行崇拜聚会 我非常期待每个月由监狱事工举办的主日崇拜 向往与神相遇 感受祂的大爱 我暂时脱离单调防卫的监狱生活 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 认识监狱事工的义工 他们没有酬劳 但风雨不改 牺牲宝贵的周末 为了来祝福我们这样的人 一眨眼过了三年 终于等到初遇那一天 我顾虑不知道要怎样回返社会 面对外面的世界 等今天等到很久了 老大大终于出来了 是啊 要回到从前的日子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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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出来了 今晚要跟你好好庆祝庆祝 对啊 你们先回去吧 我要见见我的父母 还有一些朋友 今晚才来找你们 好吧 老大 谢谢你来 没问题 如果我能帮助我 让我来 我会联系 如果有个人 从后院的公司 你会跟他一样 他会经常跟着你 帮助你 我来帮你家 你的父母 等你 来 那晚 我去见以前 世会党的兄弟 并告诉他们 我要离开世会党 过个基督徒的生命 他们非常惊讶 也感到意外 因为我在党派 是阿哥 我们之所以成立一个 关怀世工 唯要帮助 刚出狱的囚犯融入社会 协助他们申请住屋 经济援助 我们也尝试 把他们介绍到 一般信主的团契 来鼓励和支持他们 我得到关怀世工 帮助我如何融入社会 我感谢神 给这机会 让我们一同分享 和为彼此祷告 不知不觉 我出狱都有六年了 今天的我 过得很幸福 娶了我的妻子 等待着我们的 第二孩子出生 上帝祝福 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一份工作 及一间屋子 若没有神的恩典 而像彼得这样的 监狱事工的服饰 就没有今天的我 Success stories 像 Johnson's 是做成为 因为 Prison ministry volunteers like Peter 用了时间 参加 irm与 Em mentor 祝福福 支持你的 与人人美食 你会成为 你奥乖 成为 一口筆的性传务 今天 你会成为 勇手 神的手 可以使用 员 让人们 避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